如果场上给你一个钢地刺 但给了精神又没法直接吃它 那相信很多人会说 My grass 这肯定是无解的 元亨 原来场外竟然会来产歌 而且作者还给我提个要求 东青只能用两次 那我可是非常尊重你的哟 但但是 产歌和钢刺有点远啊 一旦到二路 在渔沟和社区花菜一波托马斯回旋 直接滚到场外 那这个时候肯定有关注集了 啊主情 你直接用东青截断渔沟 让产歌到三路就行立啊 的确 我们一月份的独门决计 就想要过这个招法 你看啊 东青虽然可以接听 渔沟草甩出去的动作 击退时正好被海藻吸引到三路 但东青只能击退两格 成立钢丝腿远了 一套操作猛如虎 一看东青已全无 三路的主损 也没有东青直接无敌 而且就算得快甩出去时 放东青卡遍野 遍野的僵尸是无法被东青击退的 但已经连门同学哈 看到渔沟后面的社区花菜 而且还正好在渔沟后面 这花菜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既然渔沟加东青已能把僵尸 直接顺移到场外卡 浮空遍野 那如果多了个花菜 再用个东青来借听 表演托马斯会群的僵尸 会发生什么呢 只看影子 你们一定认为 僵尸在二路而且已经击了吧 发生了甚么 渔沟草不但没法僵尸任到西伯利亚 而且还大要大白走进来 而且居然还被海藻远程吸引到三路 牛顿看了都直呼内行 神功带走钢丽刺 这个原理有点类似凯歌之前的 空中僵尸 恰眉或菇 我猜测 只是因为东青打断花菜的 强制定身僵尸的控制 导致僵尸在被花菜扔的过程中 并不算硬孔 是可以被海藻填手吸引的 同时配合渔沟加东青的浮空遍野操作 才导致了远程吸引的假象 神圣追击 铲钢顺带把三四路的植物往后缠 而且你会发现 铲钢经过浮标却没有变航 说明产格已经是浮空遍野状态 当然这种只能抓地面来僵尸 也是无效的 赶紧驾驶矿车逃跑 但是 现在别高兴的太早 350阳光 255还是没法通过 只能下金桶空150解决海藻 但是意识的亏 不代表永久的亏 或许能迎接后期的一鸣惊人 OK 但前面还有铁锤栏呀 又肉 而且还是AOE高伤害 肯定要硬吃啊 那我们试一下冰砖能不能解决 哎哟 冰砖天脸都能打得过锤篮 但朱青这里有个大胆的想法 有没有一种可能 铁筒也能天脸单挑解决解决篮 我们试一下 一口 两口 三口 五口 九口 哇 太惊险了 感谢扯阳老弟的手下刘秦云 赞男总比我慢一步 玩的就是精挑 这个下的局势不就直接打开了吗 虽然白楼花卫肯定后不给阳光 但松铁筒解决五路后排 那可是游刃有余 但是金桶一定要紧挨着放 这个位置正好卡鱼锅草视野 借福标签后嘎嘎乱杀 虽然切捅残血 但可以随机抓个幸运儿 其中一个僵尸顶着嘉兰的 翻卸炒弹拳 是被抓的僵尸 再让嘉兰松手 保持个姿势尺寸 这下不就是张辉吃豆芽 小菜一碟吗 但是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要出大问题了 现在允许游轮中心只能用一个 还有一个做的铁格力要求不能用 三路这个地方 必须要插个东京且竹笋 但二路这个火力 六百阳光突破几本天方夜谭 如果还幻想着一个僵尸 抵挡前面僵尸的托马斯辉旋 那恭喜你 根本拦不住 直接无数牛的那棺材板飞出场外 三个僵尸就算是有鱼钩 但四区花菜这一种又有输出的植物 根本没法解决 这可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就回顾一下以前的知识点了 我们之前有甜菜和鱼钩草的视频中 出现过这种现象 僵尸被鱼钩草勾勾勾之后 如果它被鸡腿之后 正要碰到正常的僵尸 鸡腿就会装置 两个僵尸都会受到碰撞伤害 但是这一关有四区花菜和鱼钩 我们三中放个铁桶去二路 既然四区花菜能让僵尸来回移动 而且还有鱼钩草 那如果这个时候附近有僵尸 会发生什么呢 哇 一波圆越豌豆法 花菜左右甩被鱼钩草勾勾的僵尸 正要碰到后方僵尸接停 嗯 我们游戏有最真实的物理眼前 EUG的游戏非常地正常 鱼钩过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下不就有了吗 剩下的那就是随便乱杀 好 我清战粉 下期再会